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是雲中龍 龍珠的超激戰,這個絲路遊戲就復刻了 其實絲路遊戲較早前我已經打完 已經零石通關了 但是有很多人都問我,因為接下來國際版 就出現這個布,接下來就會出絲路遊戲 有很多人都問我,究竟絲路遊戲應該怎樣去打法 既然是這樣,我就會打一次,再打一次給大家看 其實打這個絲路,最麻煩的是他會有無限再生 即是無限再生,即是到某一定的血量的時候 他就會回血,一回血就會回十分之多 你可以用這些卡牌去對付他,這些卡牌就會減少他再生的效果 亦都可以用一些Lang-Up skill 雲對雲 雲對雲的時候,就可以減少他的回血效果 還有一個要小心就是,這隻絲路的攻擊力也非常之高 所以就比較麻煩的,我們先選擇隊友 他是這隻技術性的卡牌,我們就要用G屬性去打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我們先選擇G屬性的隊伍 這樣可以用G屬性的隊伍 啊,未有格比達 如果沒有G屬性,因為國際版沒有G屬性 那就可以用G屬性飛利 飛利就是G屬性飛利的那隻,這樣就比較好些 這就是我的G屬性隊伍 如果是因為國際版沒有G屬性,可以用G屬性飛利 OK,這樣就上吧 難度會比布洛尼難一點,因為布洛尼只有一隻 而這裡會有分身的效果 分身就會一小就打幾隻,變相是困難一點的 開波,一如以往,首先儲一儲氣 再行個四,拿得多少,得多少 另一個一,看看有沒有一個一 沒有了,這樣就打了 好,G屬性 技屬性G屬性 那就以氣絕為主 氣絕為主的攻擊卡牌有幾張 也有很多 我這隻死亡彈很明顯是一隻氣絕 那我就會先把氣絕下去,不要理會這麼多 那呢,我們先看看 我們這樣五個 先來... 沒有,我們先用斜鏈波 先燒一燒這堆雜珠 然後呢 就這樣 氣絕 再... 再... 先燒一燒它 因為它是兩層合才能打好 所以這一層我們不需要急著對付它 死亡彈 砰... 砰... 好,下一層我們要開始進攻了 好,下一層我們要開始進攻了 這樣呢,我們會先... 燒三顆這個 然後這裡呢... 看看下一層有哪個來 先,G屬性應該來了 未來 那未來呢,我們就可以燒這堆雜珠 先... 接著就燒掉這堆雜珠 進攻了 鮑比迪的武術 鮑比迪也是一張高氣絕率的卡牌來的 這樣就氣絕了 氣絕了就不用理它了 哦... 接著就自由它 回夾起的 回夾起的 由於是氣絕了 所以這一堆雜珠 我是不需要理會它的 那麼呢,我們就首先呢 會補多一個氣絕 看看可不可以令它下層多氣絕 然後呢,菲利呢 就... 先打一打下 這樣 再來氣絕死亡彈 按住 好了,這次又氣絕了 我又不用理會它 不用理會它,我們又繼續氣絕它 繼續補飛,不要讓它停,吃 對著這裡都吃 氣絕的時候,又要進攻一下 立即序 再來武術,再氣絕 砰 這麼不知重重,要看有沒有那個魂 符號就知道了 這一招再次打,第一堂血應該沒有 只差一點 好少喔 好,它又中了 又中了,那我又,不用管了 這樣吧 用這裏五顆,再用,又再用氣絕 這樣打 再來 氣絕死亡彈 再中 第一堂血沒有了 桂波氣功 砰 再來 黃金手指,打死你 它又中了 又中了氣絕,又不用管了 接著,不要讓它停,繼續打 這次,我會用斜煉波的筆打 扣一扣血 接著,這裏三顆就夠了 甲比特下一回合,可以留 這樣吧 斜煉波 鎖煉波 鎖煉波 斜煉波 打比力,再來 起絕好鎖 中不中 又中了 它又中了 又中了 又中了呢,我又不用管了 我現在都未打到我一效 這樣呢 出個龜波氣功,來看看 再來一個 這裡 再拿一個龜波氣功 然後來到氣絕死亡彈 大爆炸龜波氣功 十二萬 太陽是破壞龜波氣功 終極氣絕死亡彈 噴 噴 噴 它又暈了 到現在都未打到我一滴血 大哥 就是這樣了 現在一點一點都打不到我 現在完全是 他很想打我,又打不到 這樣呢 那我們就 成勝追擊 當然是用斜煉波 自由一下你 然後這裡 吃了這堆他 巴比迪再用武術 然後呢 這裡呢 留回 甲比特克 來了 斜煉波 羅莎爪 棒棒棒 砍 巴比迪 噢,叫些番眼包著你 炸 它又中了 不停地中 好了 沒有氣絕的卡牌 所以這一回合 就要自由它 先來個龜波氣功 別想了 然後呢 再出到一個龜波氣功 咦,這裏 出不到 這裏 這裏足夠了 五顆 大爆炸龜波氣功 砍子了 一隻死亡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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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沒有氣絕 因為沒有氣絕 效果 變成就 沒有辦法 這樣呢 會是這樣 這樣就 都就釘蓋了 它還不出回血 為什麼 這麼奇怪 那不出回血 我就打你了 這樣就死了 它已經 斜煉波打過來都死了 這樣就KO了 輕鬆 簡單 避絕死亡彈 按著 中不中 噢,這次不中 現在才能打我一下 搞定 齊蓮波 斬 玩完 零壓力 因為 不停中氣絕 氣絕隊就是這樣玩 這隻絲路 被人 吃氣絕的率 都挺高的 所以 有幾個方法打 通常就用氣絕隊 如果你說沒有什麼氣絕隊 你也可以用一些 力屬性的 高攻卡牌 均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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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氣絕隊比較穩 好了 就是這樣 我們再看一次我的隊伍 這個就是我用來打這套絲路 金屬菲利 大家都可以用金屬菲利 打回來 巴比迪 都不是一張難抽的 你可能說 我沒有斜鏈波 又沒有那隻 可以怎樣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砌 因為你有防守 那你要用十六號 再加上呢 這隻阿洛 十六號剛剛都復刻了 應該都 阿洛 這兩個加上 它有一個 雲對雲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 封印它 減少它的再生效果 再加上有1的氣力 還有兩張 就是一張防守的卡 因為呢 現在我就氣絕了 它就出不了招 但是如果它出到招 一個龜波氣空 打過來 就算是屬性傷克 都超重傷 再加上它的分身 其實都很危險 如果這隻 你沒有這隻 氣絕死亡彈 這個類似沒有物體 你也可以用裝紙 也可以的 裝紙 平民一點 都可以的 那麼 飛尼巴比迪 應該都不是很難抽 我覺得 都容易打的 攻擊力 絲路可能都會沒有 沒有的話 也都可以 派 這張都可以 用來進攻 即是兩張氣絕 兩張防守 兩張進攻 隊友選擇黃金飛利 或者是機械飛利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想選擇風技 也可以選擇風技 例如你可以選擇巴達克 又或者選擇 那些圓天駕駛 好像國際版 還沒有 對 或者是風技 總之 但個人認為 隊友也是 加三 隊友也是 好了 今天是少少的 這隻C-0 其實就是 我 建議大家 可以拆多些 它的圈章 當 拆好23個 拆到23個 就可以收工 接下來 我將來都會拆的 我這隻 我這隻 速熟性的C-0 以後 打算拆滿 機器 然後拆開 對 這張 我都差不多 好了 今天就是少少的分享 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好 記得最重要就是訂閱我 下次回來 我們再有新的關卡 做玩新的關卡 記得密切留言我的頻道 再見 拜拜